- 相信很多人看过《战狼》系列电影,都会心潮澎湃,电影的火爆让我们深切地认识到了祖国的强大以及军人的金针铁骨。 - 但是这也就说明了在拍这部电影的时候,导演吴京也是下了不少的功夫,不过很多人都说这部《战狼》电影里面所用到的道具大多数都是真实的,其中就比如,在电影里面出现的32辆主战坦克和子弹以及直升机,这些东西都是军方提供的,那些可不是假的道具哦。 - 据悉,影片拍摄期间,动用了32辆96A坦克和200余架飞机,发射了5颗价值100万的导弹,3万多发子弹,毁了两吨坦克,一架飞机,100辆车。 - 战列纸MAX小编只想说,很麻,很烧钱啊,很多人就很疑惑,本身不是军人的吴京,究竟是怎么调动部队3万子弹和32辆坦克,甚至还有武装直升机和仙境的99式主战坦克。 - 吴京曾经这样说,当时在筹划电影的时候就找到了军方,希望能够提供帮助,结果当时领导说,我们这里有部我是特种宾二,你先演这个吧。 - 于是他在部队集训了一段时间,也就是在这个期间,把他锻炼得更像军人,吴京拍战狼,南京军区制出品方,给予了装备的支持,吴京筹备这部电影,为了能增大场面,与南京军区政治部,陈索拍摄了特种宾二,所以南京军区才能借装备拍电影。 - 吴京和南京军区电视部,为长期合作关系,吴京处出道多年,肯打肯拼的精神,别人都看在眼里,所以也是促成合作的原因。 - 此外,对于这种欧哥爱国主义的作品,为他提供支持也是爱国教育的一种方式,吴京身体力行,为了带来一部好的电影,他付出了很多,他的作品更加激发了我们爱国同学的热情。 -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- 请不吝点赞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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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-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-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-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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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